欢迎来到88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欢迎来到88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明星新公开代言热度榜 诚意断层第一 谈见次最厉害的热巴友牌面 最新一轮明星艺人品牌代言声量排名已揭晓 让我们跟随小编的视角 一读哪些艺人携新商务代言闪耀榜单 排名第七的是高清晨 他刚参加了披荆斩棘的节目 紧接着就与密斯廷品牌合作了新的商业项目 天气炎热 记得做好防晒措施啊 位于第六位的士田加瑞 他成功获得了美之源品牌的代言 将雨珍果汁和清爽气泡水一起 为大家带来美味体验 弟弟赶快加入团队一起展开新项目吧 位居第五的谭剑次成为了穆拉的亚太区的品牌代言人 大哥的商务合作档次越来越高了 炭火粉丝们是否已经给予支持呢 第四位置的谭老师与帕拉丁的合作 其默契程度无需多言 双方的品牌理念高度契合 他成功摘取了帕拉丁全球品牌代言人 这一至高荣誉 位居第三的是迪利热巴 他成为了若野品牌的代言人 品牌方为他设定了好几个打卡地点 这样的待遇就是迪利热巴的牌面吧 排在第二位的世卫大勋 他荣获了品牌亚太区相分形象大使的荣誉 位列榜首的是成益 以200513万7691的舆论声量远远领先 他成功赢得了福尔加的全球品牌代言 今年成益在商务代言上可谓收获颇风 你们心仪的明星艺人 是否又新增了商业合作